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每晚11点之前入睡 凌晨10定时醒来 比如凌晨1点至3点多钟就醒 遇到这种情况 有时翻个身就睡着了 可是有时翻来覆去 折腾好久 天快亮方才睡着 这样反反复复让人很困扰 为什么每天半夜总是会醒 今天就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大道治茧 欲移行 贵坚持 嗨大家好 我是王美玲 市民中医师 中医认为人体脏腑 与12个时辰相对应 在相对应的时辰里 本脏腑的气血最旺盛 功能最强 如果脏腑有异常 就会出现莫名清醒 却难以入眠的情形 因此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疏通 相应经络来解决 有时会立肝见瘾 夜里这两个时辰最容易醒 丑时 凌晨1点至3点 凌晨1点至3点莫名 醒来都由肝火旺盛所致 常有烦躁 常有烦躁 口干 口骨 眼睛干涩 视力下降 或躯意等症状 在去血流注到肝筋时间段 自然把人唤醒 建议就是常敲揉 点揉肝筋的阴包血 是肝筋最容易堵胜点之一 是常用酥干 消气 药屑 在哪里呢 在鼓鼓内上颗 上4寸 缝降机后圆 还有就是太冲血 会痛不可摸 在这个痛点处 敲揉5至10分钟 3至5天 痛感消失 可一觉到天亮 我们可以在睡前 推拿着干净 也就是在这个大腿内侧 我们首先盘坐 然后脚稍微分开 用我们的四指的关节推 从我们大腿内侧推 推到膝盖 然后从膝盖再往下推到脚踝 这样推5分钟 这样可以酥调干气 疏通 干净 饮食凌晨3点至5点 这个时程是肺筋当令 也就是肺功能最强的时候 因此肺火过旺 肺气不足 肺热等人群就更容易醒来 肺被堵失眠 通常表现为皮肤干燥 胸闷气短 多梦一醒 爱打呼等 建议睡前不防 敲揉费筋的孔坠穴 它在哪里呢 它在前臂 掌面 和饶侧 就是齿折 和太原穴连线 碗和纹上7寸 或者是我们点揉 这个一具穴 我们羊掌 在这个第一指 关节后 在第一掌骨终点 掌后白肉 也就是带一剂肌 而隆起的边缘 也就是赤白肉剂处 我们可以在这个痛点 操作5到10分钟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按摩 穴位处的痛点就会减轻 也会发现 自己在这段时间 醒来的一个症状 也会减轻 或者我们将这个钱币平放 我们就敲这一个肺筋 我们会发现 这个孔坠穴 会有异常明显的痛点 我们可以在这个痛点 按揉或是点揉 进行梳理 睡眠品质要好 必须要遵守以下的几个要点 第一 指食 11点 入眠 指食就是半夜的11点至凌晨的一点 此时 睡眠得足 黑眼圈不显露出来 中医理论认为 肝之于气 泄于胆 聚而成精 人在指食前入眠 胆方能完成代谢 胆汁有多轻 脑就有多轻 反之 因胆汁排毒 代谢 不良而容易生成结晶 结石 第二 丑时 凌晨一点 熟睡 丑时 即凌晨一点 至三点 此时最好进入 熟睡阶段 中医认为 丑时是肝经 当令 肝血 推陈初心 皇帝内经中有言 人卧 血 归于肝 肝受血 而能饰 竹受血 而能补 长受血 而能卧 子受血 而能舍 也就是 说肝脏 有储存 血液 调节 血量 等功能 特别是气血 不好的女性 更要注意 这个时间 必须要好好的 睡觉 第三 饮食 醒了就别挤着 起床 饮食就是 凌晨三点 至五点 此时是 一天 阳气的 开端 很多老年人 也容易 在这个时间 醒来 这和气血 不足 有很大的关系 即使醒了 也别急着 起床 可以先在 这个被窝里 活动 活动下手脚 再起身 温馨提醒 高血压患者 起床 建议 遵循 二二一 原则 即 醒来后 在床上 躺 两分钟 起来后 稍微坐 两分钟 再坐到床边 等 一分钟 再站起来 活动 好 大家已了解 半夜容易 醒来的原因 和如何改善了吗 喜欢视频的您 请给予赞 分享 和订阅 感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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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